我們剛才講過一個概念 就是香港可否保持著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自己覺得是很難的 之前上一年出現的沙特亞美 沙特亞美終於上市 它上市是雜誌規模很雲大 它是沙特亞的一個社會集團 縱使之前這些集團都是家族生意 不是一個公司公司 但是因為市場化 因為它需要集資金去發展其他業務 所以無論沙特亞美是這麼有錢的 沙特遊王所控制的公司 或者現在印度一些非常富裕的巨價控制的LIC 即是印度人秀保險公司 Life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India LIC,大家搜尋一下 LIC IPO,都不用IPO 你會發覺全部在熱門討論全世界的金融網站 都在討論這個IPO上市 這個IPO反映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經常之前香港首針牛耳 就是中概股來香港集資 全世界資金都來香港追捧 這些現象可能已經可一不可再了 現在接下來就算我們經濟不再受到疫情影響 全世界就已經擺在疫情之後 可能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集資中心 地位都會大受打擊 印度這次的LIC是個別事件 但也都反映著 其實新興國家很多這些公司 中國、中國大陸 在過去那五年 它已經是有一個很大的收成 利用集資去大幅膨脹自己的經濟 但是跟著出現了很多問題 出現這些經濟過大 或者這些公司規模過大 他們借貸可以影響到全國國家的表現 這些隆隆重的問題 但是另一方面 當如果世界焦點不再擺在中國、大陸和香港 它擺在印度LIC 擺在法地亞、泰國、印尼、菲律賓、巴基斯坦、 擺在非洲的話 香港人都只是看那邊 而且香港就少了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少了一個刺刺金彈的行業 這方面真的要注意 現在雖然中概股是不是真的在美國退場 還可能牽涉一些政治談判 總體長遠來說 似乎美國都不會放手了 監管機構會不斷抓住一些在美國上市的 這個就是中央中國企業 可能會就著它上市時的披露不足 或者明知的風險而隱藏 而接著可能會移動他們 剛剛滴滴出行昨晚就說 美國監管機構通知了 就會就著滴滴出行的上市進行調查 說真的說來講一件事 就是滴滴出行在上市時 是隱藏在中國政策轉向 或者在中國政策的轉向之下 而對小股東而衍生的利益風險 這個肯定是他們的調查中心 這個也未必單止一定會出行 可能還有其他公司 簡單說 中概股在美國的退市趨勢 肯定不會停的了 而它能不能夠來香港呢 就重新掛牌一個是問口 因為香港還有沒有那麼強力的 吸引外資集資能力呢 這個是問口來的 或者中概股還是否吸金力那麼強呢 都是問口來的 現在印概股 印度概念股 印尼概念股 沙特阿拉伯概念股 巴基斯坦概念股 菲律賓概念股 泰國概念股 可能將來成為一個新焦點 即是說 雖然我覺得 譬如富途牛牛可能有危險 但是富途牛牛作為一個國際平台 它可能 這也是一個它生存之道 香港人可能炒 都不只是炒美股港股 現在大半人炒美股了 可能甚至炒 是國際其他大的企業 就好像之前 是西方 一路一面倒地炒中概股差不多